美国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新的一个表态 如果中国不合作调查病毒源头将面对国际孤立 这个话之前呢 有其他的职务的人说过 但没有他说的这么重 国务卿现在不怎么说这个事了 那么国家安全顾问呢 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他属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三驾马车之一 也算是一个制华派 他已经明确的说美国不会依赖中国进行调查 这跟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派人到中国去做疫情溯源的结果公布出来 美国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披露出来的决策应该是一致的 美国不会完全依赖中国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报告 美国希望有本国的科学家到第一线 去了解情况 美国本身也在要求自己的情报部门 与盟国合作 那么尽可能搞清楚疫情的源头 那么他现在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 如果说中方不配合的话 下面要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口头缩锁的 他现在明确的谈到会造成国际孤立 然后呢 仅仅是孤立 孤立只是一个开始 是吧 下面会有更多的动作 那这些动作的底线在哪里 是吧 到哪一步 算是结束 没有人会知道 去年甚至还 这个要求赔偿呢 包括美国国内的 民间的声音 以及地方各个州 发出的声音 都是要求人绕过 外国政府的豁免 开始直接把中国政府 以及中国政府在海外的 这些公司 这些资产 作为可以清偿的对象 去年唠了一阵子 因为大选的问题 人们把它搁置了一下 然后紧接着这个南非变种 是吧 印度变种 那么让大家感觉到这个 威胁 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除 现在手忙脚乱的应对 现实的威胁 拜登上台好几个月了 是吧 半年了 五个月 那么接待来访的小伙伴 到欧洲出访 跟 普京去碰头 该做的铺垫都做完了 现在开始回过头来 开始放话了 国家 安全顾问 这种表态 我认为是一个开始 这是一个新的阶段 他现在不在奢望你主动配合 而是压制着你 让你必须要配合 而且他明确地告诉你 除了你配合 他也有自己的方法 能够找到疫情的源头 他只是告诉你 你不配合 就要对你采取动作 所谓的国际孤立 包括之前所说的 总美之间 形成一个竞争的态势 这都是非常 带有外交色彩的语言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 跟最后通牒是差不多的 只是他说的人分量 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 那么话呢 也没有说死 留了一个活口 但总体 这个态势 能看得出来 没有人真的 把这次疫情放下 就像我们熟知的 能够影响到人类的 这种大的疫情一样 他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 其实人类的活动 受到他的干扰 已经不再有可能 回到从前了 今天你看到的怪现象 比如说 巴西 死了50万人 日本一边 开招运会 让运动员入场 一边 在辛辛苦苦的 面对 突发的病症 各个主要城市 重复的进行封城 然后解除警惧状态 马上又冒出来一个 哪个国家的这个运动员 进来以后 发现被确诊了 国家已经使用了疫苗的人 尤其是使用了这个 中国疫苗的国家 确诊率居高不下 甚至我们看到了一些 很不要脸的说法 这个打疫苗 不代表不被感染 中方的医学工作者说的 这话怎么听 怎么别扭 实质上我们知道 在医疗这个行业中 包括疫苗的生产 中国确实比较落后 这个没问题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但是这个补丁打得这么 嘹亮 确实让人接受不了 那么 开始 稍微缓过气来一些的国家 重新 追本溯源 应该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举措 而且你几乎 无法去阻拦它 今天人家该做的事 做的差不多了 对吧 拜登甚至说 面对中国的崛起 俄罗斯和美国 不愿意不愿意陷入新的冷战 这就已经很委婉的 把俄罗斯 从对抗的国家中 往后放一放 它的主要目标 还是锁定了西方 从参议院到众议院 我们看到了 太多的立法 所有的议案 围绕着中国 围绕着台湾 围绕着疫情的起源 可以说 去年 没有完成的法案 今年重新递交的 不是 什么十七二十起 是吧 一大堆 也正在 两院 去做最后的突破 那么作为行政当局 明确的指出 不合作 将面对国际孤立 我相信 这种呼吁 应该来说 不仅仅是针对西方 也在给美国的蒙古 以及其他相关国家 打一个预防针 下一阶段的动作 极有可能会开始 这个世界上 不会说 死了这么多人 就当没发生一样 可能很多人在中国生活 一辈子不跟外界接触 或者不愿意跟外界接触 但不代表 你一想的 就跟别人想的是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 作为一个成年人 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 那你为什么就认为 作为一个国家 他就会不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在国际社会中 能够永远的耍无奈 从新华社 对类的宣传上来说 他们经常能找到 去前年 从现在开始算是前年 2019年11月份 12月份 在美国 在意大利 在法国 发现的 这个 源头的 病毒案例 他们在宣传 只有一点 疫情在中国爆发 但源头不在中国 那你说不在中国 没问题啊 你说在哪 咱可以调查吗 世界卫生组织 不是专门针对 在中国武汉 爆发的疫情 而成立的 这是一个国际组织 你如果连他都不信 那你说你相信谁 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防化兵 烧将 陈薇吗 相信 大家都在质疑着 石正丽吗 怎么调查呢 派人到美国来调查 其实美国会欢迎的 你说美国的科学家 不可信 你可以 请求法国的科学家 介入 武汉批斯就是 法国人原件的 实际上现在 中方被迫承认的 广东台山核电站 也是法方 参与建设的 包括疫情源头的 风云人物 漩涡中心的石正丽 也是法国培养的博士 那为什么不能选择 法国作为一个中立国 第三方 来进行调查呢 是吧 你也不敢 对吧 法国也死人了 很多事情 靠抵赖 其实 作用不是很大 如果真的想解决一件事 最好的办法 还是 从源头查起 即便你说 这个 病毒的源头 可能有好几个国家 没问题 你可以列一张表吗 这个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 不是每一个国家 都不愿意你去 到其他国家调查的 你可以在联合国投票吗 如果说 你既不愿意 对外调查 又不愿意让人家 到你这儿来调查 单纯的不合作 那你将面对的 不仅是国际孤立 紧随而来的 可能会是一系列的制裁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